现在的课程不在死板板 细指崇德国小六年级的自然课 崇德国小与经济部标准检验局 进行电磁合作教学 全校六年级每一班都到对面的标准检验局 由工程师上课 17号下午的课程 孩子们看到平时拿的平板 插头、行动电源等电器 打开后里头的状况 每个人都好惊讶 下午的自然课 崇德国小六年级的学生走出学校 来到对面的经济部标准检验局 第六组检验技术大楼 这栋大楼在崇德国小对面多年 一直带着神秘的色彩 大家都很好奇 却不知道里头到底在做些什么 讲解的工程师似乎也知道 所以在开场白就说个明白 这两件大事情 什么大事 就是自定国家标准 然后做商品安全的检验 那自定国家标准 就是逃比说你像是 规范一个东西的一个长度 宽度之类的 那我们规范完之后呢 我们就要必须要 把那东西拿出来做一个比对 是不是符合这个标准 所以我们需要一些工具 来组助我们做检查 崇德国小在上个学期末 主动向标准检验局提出 自然科的合作教学 学校也先邀请担任自然科的老师们 和工程师在暑假就课程内容讨论 接着在这个月 利用六年级各班上自然课时 来进行电磁教学 将课本知识 实验 还有日常生活用品的应用 结合在一起 首先让孩子们看拆开的平板 插头 行动电源等 生活常用的电器用品 打开一看 里头原来长这样 让大家惊呼连连 谢谢 等一下 我们来找个音乐 STC 你们以前有猜开 看过吗 没有 那今天看到的感觉 还蛮新鲜的 为什么 因为第一次看见第一次猜 这次有机会就是跟他们接洽 他们也很热心地答应我们来这边参观 甚至从暑假开始 我们就一起做自然科的共同备课 那我们觉得说 这次能够六年级十个班都来这边上课 就收获非常大 那我们也安排了下学期的老师的研习 也来这边参访 并且也希望跟他们能够有科展之间的合作 学生们都是第一次踏入标准检验局大楼 带着兴奋的心情进入实验室 再张工程师的讲解下 大实际的拆开平板手机 平常不能乱拆乱碰的电子产品 现在都能够打开一窥就近 大家都超级好奇 随时效果似乎更好 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 在这边了解爱迪生和特斯拉的故事 让我们了解这些人 让他们的发明带来给我们 非常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多彩多姿 知道了很多关于以前应用电池的故事 然后呢 以前的发明很多都带来我们现在社会的影响 这里可以让你亲自实验 但是学校就没办法用那么多的设备 这边非常荣幸 也让我们知道很多电子产品的用途 还有来源跟里面的构造零件 因为一般在学校来讲 没有那么多设备可以应用得到这些设备 把上课地点搬到标准检验局的实验室 超受小朋友欢迎 现在课本上是版本的自然知识 结合实际走一招让孩子们活化学习 不再似读书 就成慧玲系织采访报道